年薪5000多万的合同摆在面前 他却选择拒绝 这个球员就是国王后卫达隆比福克斯 据BR名记Chris Haines透露 今年休赛期 福克斯拒绝国王提供的提前续约合同 金额为两年1.05亿美元 福克斯为啥拒绝 他有机会拿更大的合同 如果福克斯本赛季入选最佳阵容 哪怕是三阵 到了2024年休赛期 他将有资格跟国王签下一份 4年2.45亿美元的提前续约合同 平均年薪超过6100万美元 福克斯的经纪人可是里奇比保罗 怎样让合同最大化 里奇比保罗当然懂 Chris Haines透露 福克斯惊吓拒绝提前续约 并不代表他想离开国王 福克斯做这个决定 只是为了签更大的合同 赚更多的钱 其实这很好理解 谁不想拿超级顶心呢 而且对福克斯来说 入选最佳阵容 并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事情 国王目前11胜8负排名西部第6 表现只能说重归重举 福克斯殷商只打了14场比赛 场均出战36.6分钟 得到30.3分4.7篮板6.4 助攻1.6抢断2.35 投篮命中率47.9% 三分命中率35.7% 罚球命中率72.8% 福克斯场均得分联盟第4 场均抢断联盟第8 场均内线得分也是联盟第8 不过他的真实命中率58.4% 锦排联盟第133位 效率并不高 三分命中率和罚球命中率 都在联盟100名开外 福克斯的外线投射和防守 都有提升空间 现在的NBA教练有点奇怪 卡莱尔和迈克布朗 都是防守著称的教练 他们却把步行者和国王 打造成进攻强队 国王场均得分联盟第9 场均助攻联盟第7 三分命中数联盟第5 步行者场均得分和助攻 都是联盟第1 三分命中数联盟第3 当然 这跟两支球队的当家后卫有关 哈利伯顿和福克斯的进攻能力超强 而且善于打工坊转换 提升球队进攻节奏 外界一直拿他俩比较 惊吓哈利伯顿5年2.6亿美元 和步行者续约 看到昔日队友拿到大合同 福克斯怎能不心动 福克斯出生于1997年12月20日 还不满26周岁 他目前的合同是5年1.63亿美元 2025年夏天到期 本赛季薪水3260万美元 下赛季3485万美元 一旦再签4年 福克斯的合同延长到2029年夏天 届时他即将年满32周岁 2017年NBA选秀大会 福克斯首轮第五顺位被国王选中 一直效力至今 那年状元是富尔茨 榜眼球哥 探花塔图姆 四号秀约十笔杰克逊 富尔茨和球哥饱受伤病困扰 杰克逊已经离开联盟 福克斯打成这样 绝对配得上他的顺位 不是所有球队都具备争冠实力 福克斯率领国王 时隔16年重返季后赛 对这支球队来说 已经成功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